即使有意義的事情 也沒有去行動 就排下來 可是我聽了師父這個開示 我發現我要當嵌慕慧言 因為之前有其中 葉宗菩薩一直鼓勵我當嵌慧慧言 可是因為我有做專有腳尖 總會專有腳尖說 如果我去慕了慕 人家以為我拿錢去哪裡 很在乎別人的看法 是這樣 可是師父也開始說 大家去嵌慕是一個手段 所以募集大家來寫火 讓更多的人來把火法傳出去 也不是師父要用 也不是你們要用 是用來建設道場以後 同時也做淨化的心 淨化社會的清晦 我聽了以後就放下 因為講到這樣 不要在乎別人的看法 所以這個禪禪這個打完 以後 圓滿以後 過了兩天幾天就馬上要 這個 新春了 這個要出去 同時是還有獎金 對 師父通的獎金的話雖然能少 就講 欸這個有什麼問題的可以提出來 對不對 就這樣就提出來 這樣提了以後 我 我還那天去獎金完以後 馬上下午還到華谷山上去當義工 那回來的時候再回到龍蟬寺 回到龍蟬寺寺 他在往現在大殿 這個中間門 中間邊門靠近現在那個大辦公室那邊 他走進去的時候 師父剛好從柯島那邊走出來 欸 已經遠遠就看到 他就叫我 都叫我余虹仁 因為早上他有問他什麼名字啊什麼 都已經記起來想 欸 就記著看到我 蘇就從那個中間那個走過來 余虹仁 欸 你剛剛去哪裡了 我說去山上 華谷山上去的 那你是什麼鷹言這樣的 我就講到在職場的時候 喔 所以你開始來清淨了 我就這樣對話 那這個過年期間啊 我就到朋友啊 同學那邊啊 就開始去簽幕囉 那簽幕不是碰到人就談 看音言息客就來談 那這樣 那也有碰到同學 在不同的 接觸到不同的宗教 而接觸到那個日聯正宗 欸 聽到師父的大名 欸 他很想說我來歸 欸 這個一頁 有人就要佛齒 那這樣的過程裡以後 等於是過了幾天 我出家戀頭出現 出家戀頭出現 欸 這個是妄念還是灑念 我就把師父的借力水綱藥 再拿出來看 對到 喔 要出離心 出離心 這樣子還不可以 我們還要發菩提心 要利益 出離心 只是了生多生 我們要還要這個度化眾生 這樣子才算這個出家的意義目的 精神才活 欸 你看看以後 那我想到華虎山的共識 我們的理念 我們的精神 我們的方針 我們的方法 哎呀 這個好像這個七度 還有這樣子 還有這個目標 好像都目的 非常深遠 而且他提倡前面教 若是整體關懷 啊 真好 說實在 我還沒有到農產師以前 對師父了解還是有限 是這樣的音言才了解師父 已經在 我們現在在 國際間師父可能就比較 可是那時候也常常聽到 喔 喔 這個是聖言喔 講到什麼 慈濟的正言 那時候七十八年 八十年之間 還是八十幾年初 還是常常會提到這樣 對 那我就已經要說 我決定出家 我決定出家的時候 那時候還想到我說 我出國工作啊 還會不會到掃廁所 掃廁的時候 常常有時候那些紙張啊 有時候要去盜啊 盜不清楚 有時候甚至就是 乾脆手去抓 我說為什麼手去抓 把它放在那個人事袋裡面 我說人家拿鈔票喔 所以人家鈔票常常這麼多人拿 很多細菌啊 或是什麼 也不記得去洗手 我知道的話 拿著這個紙張還提醒我 我會去洗手 反正就抓了 就方便了 就把它抓了 這個是一個怎麼樣讓自己 不要被污染喔 或是怎麼樣提醒 反正想說欸 你在廁所 要小便大便 或是想說小姐大姐 或是小解脱大解脱 很多事情 我們常常心理上有個答 別人不舒服 你沒有排出來 不管你小便大便 如果沒有排出來 就沒辦法解脱嘛 就不舒服嘛 所以反正也小解脱大解脱 我說欸這位帶給我寄 我說嗯 你要放下 不管小解脱也好 大解脱也好 我放下要出家 我就開始跟我媽媽講 我媽媽不理我 以後我在開玩笑 然後八十一年的 通常親民佛妻啊 我準備夫妻 我想跟他打禪妻嘛 應該夫妻 結果欸時間快到之前 有王清賢菩薩 交通主我有王清賢菩薩 我那時候好幾位 包括果凡法師啊 以前都是那時候 還祭司的時候 好幾位都在一起啊 他不許互相鼓勵 欸我們都要出家了 或是怎麼樣 結果有沒有結婚了 他邀我說一起打禪 打那個 那國妻啊 反正你也沒參加過體驗嘛 我說好吧 我再準備出去 要體驗一下吧 就這樣子 然後在這個 國妻期間啊 方法也沒有說 用得很好 聲音都啞了 啞了以後 我就那時候練頭的時候 把他壓死了 我就叫他練 念我還有聲音呢 講話都沒聲 我們是不是有這樣的經驗 念我的時候 還可以聲音出來 然後就變成講話 就好像啞啞 就沒有什麼聲 欸 然後再來說 不是就啞死就好 已經結束的時候 我不能再等了 我要趕快出家了 我也不要再 去擔心家裡人 我那時候就關心家裡人 欸我只要出家 有我家裡的人關心我 他們會來 會來親近 欸就可以接受到佛法 因為我關心到 家裡人是不是能接到佛法 一切人 就這樣 然後又看到 男眾出家怎麼那麼少 喔 這都是我趕快促成 想要出家的音源 是不是 我那時候才 男女眾出家也沒有很多人嘛 對不對 喔 我就想要出家 而那時候 我常常大概在一個 我幾乎那時候在 龍山寺的法師啊 或是行程 我都 剛好很多音眼自然的都認識 真的要把法庫山 當時法師跟行者 剛好音眼都認識 他們的法名什麼都寄出來 不如 現在更不可能了 現在幾百個啊 兩百多個更不容易寄 我有時候一些 法師名字不見得叫得出來 常常在互動才知道 欸就在 這個 這個 過程我就開始跟家裡人講 我要出家了 我媽媽喔 那時候已經受誤解了 他在基隆林前禪寺 受誤解 我媽媽回答了 啊 真是令我感動 他說 這是我的福報 我媽媽就這麼講 你怎麼做假 這是我的福報 我媽媽就這麼講 問到我爸爸 我那個什麼 哥哥啊 他們都反對 他們對出家人 意義不太了解 我爸爸還跟我講說 喔 我們宜家沒有人出家人 我熟悉疑啊 好像 這句話好像是 出家好像很丟臉的事情 喔 我當時只是 很順口的 哥哥講說 我以後讓你覺得很光榮 我現在順口這樣回應 欸 啊你當簽譜會人就好 一定要出家嘛 喔 然後 又 後面又一句話出來 阿伯再也跟你搶搶的 哈哈 聽懂嗎 你說早知道就 幫你取一取啊 喔 就結婚啊 我說這個 結婚是我的事情啊 也不是你 當然你關心 要搶是我要搶啊 不是你要搶啊 我跟我們爸爸 互動還蠻好的 他有越捨不得 以往假日的時候 我會在那 會亂亂看我阿嬤 這些人 陰眼喔 就這樣 不過 他們都蠻好的 就是說 因為我 在初中以後啊 到台北練習 在社會上都蠻獨立的 但是他們就尊重我 自己好好考慮 我出家大哥啊 大家啊 他們都尊重我 喔 這樣子 甚至還有 我爸爸這樣講說 那你要帶多少錢去 我說 師父有講說 把錢處理好 你再進來 這樣子的話 要出家的話 才能放下 好好休息 不要留著一些